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草莓不吃冰 草莓不吃冰你开麦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来可以来草莓不吃冰你好 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我是扬州人啊26岁 26岁扬州的朋友 好来这位杨州的朋友 您想要说哪一个话题 我是民进党的话 我会怎么说这个话题 民进党 我讲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 您看清楚题目吗 我是国民党 刚说错了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是国民党主席的话 我在台湾我首先要做的是 我先如何争取到我的政治地位 也就是我怎么能够做到 竞选成功台湾的总统 然后我的做法是 我做的要比民进党更加的极端 OK 就是更加的反中 OK 那跟刚刚那位讲的差不多吗 好来你说 有吗 选举的时候先抗中 我是完全站在 站在国民党 那个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的 就是我需要是全面的反中 然后反的比民进党更激进 然后让台湾民众来支持我 然后我成为台湾地区 地区的总统之后 然后我就整改民心 然后反正就是要像独的那方面去 去发展 然后跟大陆统一那是不可能的 统一是不要想的 选举的时候是吧 然后这是第一步 然后夺取政权 然后成为台湾地区的老大 然后第二步就是 把自己的异己的团队 会像这些民进党啊 再把他们干掉 多政治斗争 然后争取为台湾地区的绝对的老大 然后后面的话 再把台湾地区的民众的思想 然后再进行改造改变 然后改变成 适合这个时代发展的思想 不要那么民粹 反正我们的任务就是 让我们的民众幸福 然后科技也发达 然后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我觉得 这个的话可以 不用太进行过多的投入 因为你在台湾 毕竟我们的面积 国土面积是有限的 然后你再怎么发展 就算每个地方都装上原子弹 那也不够大陆打的 对那我们就放弃 反正我们就不跟你们大陆统一 然后我们就后续让台湾民众的经济发展 科技全面都进步 让民众又越来越幸福 幸福之处 然后就让大陆追不到我们 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把我们的人均GDP搞上来很容易 然后大陆那么大 然后他们把人均 我们把台湾地区人民的GDP 人均GDP搞到人均20万美元 然后大陆这个数值 在有声之年应该是看不到的 你疯了吗?人均20万美元 对啊我们就是把自己的 把台湾民众的这种 物质丰富程度 极大的来提高 解放生产力 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然后 台湾人均收入20万美元 台湾人都从事什么行业了 天哪 我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我们就是让民众 民众来幸福 然后挣更多的钱 然后我们的科技 就目前来说台湾的科技产业 相对大陆来说也是不是很弱的 就目前来说 台湾有很多的企业 像台积电啊 微星啊 华硕啊 还挺多的 台积电要很高阶的主管 可能都不一定赚得到20万美元一年 好吧没关系 你继续 我那个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因为我没有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话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好 对 然后后续的话 后续的话 我就把我的国民党 不我现在是国民党 然后成为台湾地区的绝对的老大 然后就一党专政 然后就在台湾地区我说了算 那个那个 然后发展成我自己的国王 草梅哥 草梅哥 台湾如果真的能够在国民党的治理下 人均20万美元 那都统一大陆了 大陆14亿老百姓每个人都想 都想两岸统一了 拜托让国民党来统治大陆好不好 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 那就是 简直就是用政治上反攻大陆了 国民党就是 把大陆老百姓的民心每个都 期待王师来归我跟你保证 一定这样 那就最好了 我目前 我第一步 我需要先争取到台湾地区的绝对地位 然后第一步就是极端 极端反共 反中 然后我才能够争取到台湾民众的同意 第二步 我需要排除议题 就攘外必先安内 然后把这些民进党乱七八糟的 蛊惑人心的这些什么玩意儿 全部给我清走 然后第三步的话 就开始整顿我们台湾地区 就是我们岛内的民众 然后思想各方面 眼界全部都打开 对啊 然后我们就发展我们的科技 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 怎么来发展 让我们民众怎么幸福 怎么发展 也不用在意什么殖民 什么乱七八糟 照你这个路子 国民党要是真的这样走 那简直就是要统一统一大陆 我说光复大陆的这个 就在此一举 甚至统一世界也不为过 你知道 就是国民党太牛了 不要想 我现在就是想 他可以统一大陆 我知道 他可以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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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要是国民党主席 嗯 我觉得这样想的话 格局就打开了 真的 就是我第一步做的 我第一步做的就是先把 先争取到我在台湾地区的绝对的权利 我需要先把民进党 那个蔡主席给 蔡总统干下去 还民进党算哪根充好不好 对我先把他分下去 共产党在国民党面前都瑟瑟发抖了 好不好 对 好了 还民进党 嗯 好好好 然后怎样 对 然后我最起码我在台湾这个小地方 我是绝对的老大 如果我真的做到了 我台湾民众人均GDP 都是 都是9万美元 或者10万美元 那大陆可能 可能我可能还想把大陆给收了呢 一定收 不用20万 只要 只要国民党把台湾人均GDP搞到10万美元 我跟你讲 共产党简直就 不配 给国民党提携 你知道 太强了 这个政党 我跟你讲 全中国老百姓都 引颈期盼着 国民党来 统治 我觉得也应该 也应该交由国民党来统治 这根本就是 对 我也觉得可以 这是对全体中华民族是好事啊 我讲真的 何具 什么 安格鲁萨克逊 安格鲁萨克逊 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 中国人 看到华人 都 你知道 你能想像有一天 就是 帮我们按摩的啊 然后帮我们 端茶倒水的 全部都是那些 安格鲁萨克逊的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達到这个境界 就靠国民党了 好不好 对 我们先把民进党干下去 然后作为老大 然后 对 然后统一大陆 好好 ok 好 good idea 谢谢你啊 谢谢这个草莓 这个这个这个 简直格局太大了 好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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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嘿 下一位 好